来 台北的林小姐请说 李主播好 在座来宾好 今天讨论的议题我想要先从今天早上 看到马总统跟吴敦毅 吴院长 还有很多就是泛兰的政党的领袖 去国父纪念馆去膜拜国父孙中山的遗像 我想要讲 想要跟马总统讲 我们从小学呢 我们念生活与伦理 到国中念公民与道德 到了高中念三民主义 到了大学念国父思想 对不起哦 我们只要有念过这些书的人 我们都是孙中山的信徒 不是只有你啦 而且呢 我也想要讲 我们受教育的过程当中 我们念了这么多国父的思想 里面可没有教我们说 选举就要选到含泪 含恨 含血来选举啦 那国父也从来没有在他的思想当中告诉我们说 一辈子都要选中国国民党才行啦 那讲到国父呢 他的一个精髓就是君父嘛 那我想请问马总统嘛 马总统今天对面对镜头讲说 国父交代我们的我们都做到甚至做得更好 我请问君父在台湾实现了吗 公保年金的这个问题不就是君父没有实践的最好的例子吗 跟我们讲什么 你是国父的传人什么 我跟你讲 现在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了 我真的很怀疑马总统你的脑袋里到底是装几世纪的思想啊 我想要讲哦 如果说今天今天罗委员代表中国国民党 不要在这边骂你自己的党给我们看啦 你们国会是四分之三以上 你今天跟我们讲说过去阿扁时代如何如何 对不起哦 我们2008年让阿扁的这个政府下台 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你做得更好 结果你现在没有做得更好 你也没有改革阿扁做不好的地方 你反而更变本加厉 你要怎么对我们交代呢 我今天要讲哦 今天如果说让中国国民党拿到四分之三的国会 你今天做出来的成绩是这副德性的话 那对不起 明年1月14号 我们就要让民进党一个机会 让他过半看看 让他完全执政 完全负责 那接下来我还要讲和平协议的事情 今天中国国民党你们从上到下 不管什么荣誉主席 现任的主席都讲说 欠和平协议多好多好 我今天只要给你一个逻辑 你给我一个答案 你给我一个保证 就是说你们中国国民党所有的人 提倡和平协议的人 谁能够用你的身家性命 用你的子孙的性命来保证说 签了和平协议之后台湾不会沦陷 那我就准你去签 就是这么简单 如果没有人能保证的话 那你就嘴巴闭起来 不要讲这些废话 有的没的 好的 我们谢谢林小姐